藍四桃 Julius 林摩的時候 是要看着那個貼紙或者踏本 一個字 有時候就是一個字看一次兩個字 这样子看清楚了才写 所以那个等于是说 比较属于练习的状况 但是如果说你直接写作品的话 因为你自己心里要准备 比如说我现在要写行书 那我大概多少个字 大概我晓得可以用多长 或是说你有多长的字 可以写多少个字 因为你的习惯 但如果养成以后 你对这个字数跟篇幅的结构 大致上都会晓得 所以你在书写的时候 就是心静下来以后 用你的想法直接就写下来了 就不会说一边看帖子 一边离魔 所以这我想是两个状态 读铁是很要紧 你如果没有写以前 你先读这个铁 比如说它的斜度 它的肩膀的斜度 或是它的直线跟幅度 大概有怎么样的变化 或说这个贴跟那个贴 有不同的变化 你就是说在离魔的时候 可能要先去理解一下 每个贴的基本上它的基础变化 画画的想法 往往有时候跟书法 有一些某种差异 就是说你画画的时候的想法 是比较复杂的 就是说你要构图 要想说我要画内容 或画一些比较细节怎么处理 大概事先都应该有 所以胸有成竹的那种感觉 但是你如果说要把字提在画面上 可能也要注意到说你画的粗细 还有留白的位置 还有你要用一张的大小 其实跟一张画都很有关系 所以画画其实它是比较 比书法还细腻的一种艺术 但书法你又 因为书法平常就要练习的 练习有这样在练兵一样 但你临时要用的时候 就是等于要作战 我想是说如果一张画的完成 跟你书写的方式 比如说有的比较规矩的 你可能用小凯来写 如果比较晃的 你可能可以用比较草一点 就是配合这张画 这样子我想整体才能算完整 这个书写这种东西 它是我把它叫做文人的武功 而且是轻功中的轻功 就在于你的作用力跟缓作用力之间 它造成一种抵矩的状态 这个就是太极拳的原理 我们学书法的人 事实上如果懂得一点太极的原理 懂得一点力跟静的原理 力是比较粗的 比较刚门的 但是静是一种力跟气 里面有一种弹性的状态 所以书法这种线条 它并不只是力的表现 它事实上是一种静的表现 你如何能够把你的内在的意念 思想 情感 审美 情操 然后很自在地透过你的身体 透过你的身体 手指拿着毛笔来书写 所以这个我把它叫做肢体的延长 这个肢体就是一种运动 因为你只是这样运动 你没有能够留下一个轨迹 但是你拿着沾了木的笔 在这样运动一扬顿挫 或者是说比较刚门的动作 或者是比较优雅的 好像太极拳的动作 比如说这个太极拳的 好像是缓慢的动作 优雅的动作 还是说啪啪 这样子好像比较刚猛的动作 那留下的轨迹就是不一样 所以汉代杨诗雄就是说 书心化也 所以书法这件事就是 内在心灵的情绪的运动 一个完全的景象的露营 你在灵贴的时候 你是在被客观物带着走的 所以你在灵贴的时候 一定是由履履回头望如眼 乃至于你都不堪贴了 你脑子有欧阳寻 对不起 你也没有办法达到真正的自由 你从林某里面掌握了一种书法的美感 法则书写的技法 然后你慢慢的可以 应用这些技巧跟美感法则 然后你来写你想要表现的东西 自由是属于心境上的 没有受到任何去办 而自然是一种技术面的 形而下技术面的 如何能够由不自由 慢慢的变成自由 如何又经由不自然 慢慢的达到自然 这个都需要很长的时间的磨练 它是很高的实践性 而这个实践性是靠我们这个身体 重点是那个心灵 我们的心灵在指挥 所以我们说身体 事实上是寒瓜身心两个面向的 临摹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比较注意的是 在一个学习上的书写的技巧的部分 所以它的互动的关系可能 虽然是透过那个眼睛跟思维的考察 但是它在手的部分的一个跟随着那个前忍的那个部分的运作 在那个笔的运率上面的 手的互动上面的会比较多 而是以理解性的部分去表现那个书写的一个过程这样 但是如果是在自运的时候 因为你是在创作的 所以它会是反过来 应该是说以我们自己想要表达的那个 文字的一个书写的内涵跟整体感 然后在思想上想好之后 它才会去控制那个手 所以那个部分比较是以自我中心为主的一种运动 所以那个表现性就会比较强 古人在作诗词的时候 我相信他心中在吟诗或是说他在写文章的时候 他在书写当然会受到情绪跟那个文章思维的影响 当他描写的是风景的诗的时候 他头脑里面所想的就会有那样的思考 所以他的书写当然会比较配合那个部分 看到高山流水 那你当然在写的时候 你当然就会配合那样的情绪这样 但是如果说写的是比较大气磅礴这四个字 你当然就会有一点想要表现这个 这四个字的内容 那相对的你在点线面的运用上 就会往那样的一个情境去发展 正常的都会去考虑到 那个文字的一个内容意义来配合 这个书法的渊源太长 所以中间就是一直有一些变化 我想刚才我提到说要读铁 就是说你去了解一下说 比如说这个 这个茵茎的文字 跟战国时候春秋的时候 每一个聚落所书写的那个字体 偶尔都会有一点点差异 这个变化其实跟写的时候 你如果有基本的基础 你来临摹也好 你比如说临摹一段时间 你要自运也好 它就很自然会形成那个风格 法度是所有做什么事情 最要紧的一个基本概念 好像孙国庭书谱 其他的这些草书的标准 比较属于规规矩矩的那种草书 你如果不懂这些 那你忽然间要写狂草 可能就狂不起来 等于在涂鸭一样 因为它没有规矩了 但是你虽然是狂草 它还是有很多规矩在里面 魏碑里面邪度都很大 方比很多 但是有的字可能有一点点简化 或是说争险难免 有的字跟我们现在的习惯 已经不太一样 所以你就是说尽量去理解一下 从古到今中间的一些细节 一些变化 只是说它的写法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有时候比较缓有时候比较简 那你应该怎么样去揣摩说 这个中间 比如说钻 立 行 草 凯 应该怎么样子去 去适应你的想法 或是说你本来想表达的意思大概什么样子 这样子才能说把书法写好 因为现在科技比较发达 所以一般人都不磨磨了 就是倒下去就可以写 所以这种方式就是说你没有把心安定下来 你磨磨的过程等于说你在思考 你可能只放在这边 那我一看帖或是自己想写写什么 那你如果进不下来 你一看拿到笔后呼呼呼呼就写 那可能就比较浮躁一点 如果说你能进得下来 那你慢慢不管快也慢 它总是会有比较正确的思考来书写 传书 立书跟楷书 它这三种字体是比较偏向静态的 行书跟草书是比较 偏向动态的 所以静态的就好像你的动作是比较缓和 或者是比较简洁的 但是它比较复杂 那动态的行草书 它都是 事实上行书就是楷书的连续书写 甚至于有时候连笔书写 那草书就比行书更近一步 它还有笔画的连结跟简审 这个当然是跟身体的运动 会有关系 所以你说要经过怎么样可以让它 产生整体的和谐的面感 事实上不只是草书 楷书也一样 历书 传书都一样 比如说我曾经这样讲 我说楷书不是无情物 楷书虽然是一笔一画 各个笔画都断开来 可是它前一笔的收笔 要收向下一笔的起笔方向去 前后一定要做这样子的一个连结 如果懂得这样子来写楷书 楷书就有很大的美感 还有如果写楷书能够这样子学 即便你只是在写楷书 事实上你只要稍微把它连贯起来 你已经接近行书了 行书只不过是楷书的一种进一步的连结 书好要把它写到心 眼 手 要三位一体 事实上这个是 也就是书好的难度 因为我们人的身体本来是不协调的 可是透过我们的信念可以慢慢协调 像小孩子他是开始婴儿 他是没办法 他有意思可是他手不定他的 他是不断地透过学习 我们的身体才能够接受我们的意念 我们的心的一种指挥的 但是我们现在加上这个手上的工具 你还得要拿了一只毛笔 还有毛笔也有性能 你也要去熟悉它的性能 你还是要经过很多的跟它的磨合 跟它的接触然后体验 你才能够知道你适合写什么 或者是说哪一种笔 比较能够听你的 来写出你想要的笔画 所以毕竟还是性格决定风格 写传书的时候 写传书的时候 自我的一个操作的那个表达 会是比较客观一点 比较少一点 会比较多将就于那个传书本身该有的符号性 但是如果在写《行草》的时候 它会有自己表达的那个点线面的空间韻律 还有这个毛笔所表现的这个笔触的轻重 所谓的用笔的一个变化等等 那一个部分应该是它的自由的空间会比较大 表现的一个自我的观点 还有呈现的画面情境 也比较多一点变化 所以应该是有很大的一个 不同的字体是有不一样的影响 也有人常谈到的一个问题就是 草书 皇草很像抽象画的这一个部分 但是我觉得它们两个是 应该是结果可以互相共赏 但是它们整个创作的过程是完全不一样 我们在做抽象绘画的时候 我这一个点线面 我可以毫无拘束的去呈现它 去表达它 但是如果你是在书写草书的时候 你第一个会受到限制 结构是哪一个字 天下为公的话 你就非想到天不可 你不可能在写的时候 先写下写到一半又回去写天 所以这个一个抽象画家 跟一个草书的创作者 他头脑里面一开始想的就是不一样的 但是他有那个书法家他是有材料 他是有东西可以 他可以运用这些天下为公这四个字 去处理这些点线面在整个画面的一个造成的一个构成 他所书写出来的可能是一个抽象式的那样的点线面的架构 让抽象画家也会觉得很欣赏 那有可能 但是在他的创作的思维 他一定是先有那个文字的构造 然后心中有一种意念 然后他心中的一个意念会透过他的手去表达 那这个在书写的过程 应该就是所谓的眼心手完全融合为一 才有办法去呈现的这样 我想这个是每一个朝代都会碰到的问题 我想这个是每一个朝代都会碰到的问题 所以我会觉得我会在书写的一种风格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说我现在写草书比较标准的 然后我又去写优老的所谓的标准草书 然后你懂得这个边旁应该怎么写 或是说这边有一些简笔怎么写 懂了以后你再去表现你的想法 你可能写得很吵 但是你的基础还是在那边 那所谓的现代就是说你现代就是现代 我以前就是过去 比如说我在大学时间 我在教书时间 然后我退休时间到现在 那个升级状况也都不太一样 所以你要表现现代化 主要是表现自己的个性 你说郑凯寻草传 其实也是因为朝代一直在变 但是基本上的中国文化这个主流 一直没有大的变化 大家就锁着这个 当然不好的就把它去掉 好的还是要留到 所以就是说你一般的书家 就是说你一定要看过很多不同的字体 变化 它的诗写方式 你才慢慢培养成你自己的书体 它能成为自己的书体就是现代 比如说你现在看以后老的字 它是自己慢慢创出来的 它从卫碑 草书 各方面去融合起来 当然社会是在变化 你有时候会受社会的影响 这难免 难免 只是说你要怎么样让这条中国文化的哲学体系延续下来 这样子我讲说现代化也没有什么问题 其实你要表现东西跟传统 它都有联系嘛 所以我觉得现代应该可以说 说是可以有点变化 不能说你老字所的规矩 你不变化 不变化就是传统 但是你有变化 就从传统里面找到可以用的 那你自己可以用 用佛就是你自己的 所以游历或是你的建文 或是你念的书 怎么样去把它融在一起 然后形成你自己的一个哲学体系 然后跟这个传统的这个接轨 这样的去做比较现代的 我不反对 一个书写者 他透过盲笔的书写 他可以不断地照见自己 比如说你写了 不管是林贴还是自己写 那你只要一书写 随便有书写的结果 可是书写的结果 你不可能一写就好 那你想要进步 事实上所有的伟大的人物 都来自于不断地自我 缓照跟微调 他是向自己的习气挑战 负面习气挑战的 一个最好的方式 因为他很细微 而且他一次成型 他不像其他的 有时候会话还可以 这里不对 还可以修改 书法是不成功变成人 你越描越黑 那所以书法是在不断地自我微调 自我返照 然后自我完善之中 透过临摹学习 然后掌握了审美的法则 然后你不断地来完成你自己 最后展现出你个人的性情 最理想的最经典的好作品 他就是一件作品是一口气 就好像一个完整的人生 就只剩一口气 所以书法的这一个美学特质 他事实上是非常奇特的 恐怕其他的艺术 很难有可以跟书法来相比的 我想这一个 如果说书法称为书道 我们在科技已经很发达 而且整个书学 实用书学都已经不需要毛笔的情况下 还值得大家来学习的 它的最大的卖点 事实上所谓现代性 每一个时代都有现代性 但是所谓现代性就是你的创造性 就是你自创品牌的独一无二性 而不是比如说 而不是说是某一个时代专有的 是个人的 现代性是一种个人的 有别于古今中外的不同艺术家的一种艺术创作 这个就是我对于现代性是这样理解的 所以学书法要面临两个挑战 一个要跟庞大的历史的传统的书家来 你要写出来可以不输给他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还要跟整个传统拉开距离 还可以写出属于有一个当代性 至于说现代性是个人的创造 当代性就是那不是古代的 不是传统的 是属于这个时代特别用的 当代性你可以现在 传统与实验那个东西 你可以不走传统的 可是你不能没有把握到 传统的书法里面的本时性要素 你只有把握了传统的本质性要素 你才有可能去开发出所谓当代的 或者是叫做属于非传统的 非传统模式的一个新的作品 现在的生活里面 书法它会无形中是以看的为第一个层面 然后看完才有阅读 所以它的阅读会比较希望简单化 现在的书法作品大部分字都是比以前大 然后它会以视觉的一个构成为主要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 它那个书写的一个动作造成的点线面的一个架构 在整个视觉艺术的呈现上 它的效果就会变成是 在展翅空间里面 它会列为变成第一个 因为现在的一个生活空间是不一样的 然后现在的艺术家的思维 也比较不 不居限于一个平面式的镜子的东西啦 跟刚刚所说的一样啦 就是说它不是以阅读为主 所以它不会是长篇的那个很很长的那个放在墙面上 而是会简洁的 精要的来去呈现它的一个视觉的构成啦 现在的一个书道的一个部分 它就变成了它不是一个道理 而是一种视觉表现艺术美感的一个观念 那也许它写字的一个功能除了原本的教化人伦 展示它的一个心中的思维的文具的内容 它写天下为公 那这四个字还是有表达我思维的一个传达的一个功能在里面 可是它更重要的却是它造成的视觉艺术给人家 在那里面能够得到愉悦 或是得到欣赏的一个视觉艺术展现的作品啦 我想这个时候的道 可能书道的一个意念 就变成在书写文字的表现 这样的观念跟这样的创作的思维上面